原标题 中华文明的强大离不开中华文明的繁荣 中华文明通过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方能传播更远 二者相辅相成 既不矛盾也不冲出 基于中国立朝盛事的强大 作为中国邻居的朝鲜半岛 一直都是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在朝鲜人心中 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明的国家 是个令人忘记象背的巨无霸 朝鲜人很敬佩中国 他们一直以与中国为灵为荣 对于中国文化 朝鲜人向来是积极吸取 一心向中国学习 成为中国最忠诚的友邦 朝鲜人向来看不起日本人 这没有别的原因 只因为日本天皇中带来一个黄字 在朝鲜人看来 只有中国皇帝还配得上这个字 日本人如此效仿 是属于对中国的侮辱 朝鲜对中国如此忠诚 中国立朝自然是不会亏待这个小弟 有什么麻烦都会帮其解决 比如说 在明朝时期 日本侵入朝鲜半岛 明朝得知消息后 当即派出大军入朝赶走日本侵略者 保住了朝鲜 本来朝鲜对中国就很崇拜 这次明朝出手相助 更是令朝鲜人感激涕领 几十年后 满清攻入中原 夺取了明朝政权 自此 大明覆灭 朝鲜人得到这个消息后 举国悲愤 他们拒绝承认满清 所建立的清朝 坚决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王朝 那就是明朝 明朝没了 朝鲜人就把自己改为小中华 国内使用明朝时期的年号 想用这种方式将中华传承下去 一直到了二战时期 朝鲜半岛还在使用明朝崇祯时期的年号 在二战之前 朝鲜人还是非常尊重中国人的 敬重中国文化 可是 到了近代以来 原本属于朝鲜里是王朝的韩国 却对中国态度急转而下 由原来的虔诚 恭敬变成了后来的灭世 讥讽 这里 咱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小视力看出一二 关于灭世 早在二十世纪就是年代出现了 那个时候 中国围契大师聂位平在韩国参加比赛 在休息无事时 他便与朋友一起去逛韩国商场 当时聂位平看到了有双皮鞋挺好 他就打算买下来 谁知 刚问服务员多少钱 那服务员便满是讥讽道 中国人 你买得起吗 当时聂位平的朋友害怕他生气 还不敢将原话翻译给他 但老聂执意要听 他朋友这才将话翻译出来 老聂听完当时就脾气上来了 当场扔下几万块 吓得那位服务员连忙弯腰道歉 还有一件事 是在1995年 珠海市某家公司 工人们上班到凌晨 之后到了工休时间 大概有十分钟可以休息 工人们刚趴在桌子上歇息一会 公司的韩国女老板便走了进来 不分青红皂白怒骂起来 许多工人被吓得惊醒 然而 这个韩国女老板不但骂声不断 还要让所有中国员工下跪认错 这显然是故意凌辱中国人 好多中国员工为了不丘调工作 只能向其跪下 但人群中只有一人笔直站立 丝毫没有要跪的意思 女人怒吼道 你怎么不跪下 这位中国员工冷眼一对 我是中国人 凭什么要给你下跪 这女老板随即威胁道 不下跪我就开除你 然而 这位员工根本不在意 撂下一句 开除我 我也不跪 便大不留心走了出去 这位宁愿丢下饭碗 也要守卫民族气节的中国员工 叫做孙天帅 通过以上两个势力 可以看出 韩国对中国的排斥与密室并不是个例 而是历史态度的转变 如今 韩国也在不断进行着据中国化的行动 曾经的朝鲜人 他们喜爱中文 时常学习孔孟之道 善用中医 哪怕是科举选拔 建筑建造都是学习中国 而且也是通过中国 辅教与道教材 得以传入朝鲜 朝鲜人还完全采用中国人的立法 与中国人过着相同的节日 总之 中国文化对于朝鲜来说 是影响深远的 因此 韩国想彻底去处中国化 显然是做不到的 毕竟 朝鲜人都已经习惯了数百年 岂能说改就改 哪怕是在二十世纪 韩国禁止国内使用汉字 也影响不了汉字在朝鲜人心中的地位 时至今日 许多老一辈的韩国人 都对汉字非常熟悉 说到这 笔者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说的是韩国一个年轻人 在给氏去长辈祭祀的时候 气文都是用汉字书写 当人们问韩国年轻人 为什么不用韩文而用汉字时 小伙子笑着说 虽然年轻一代都在用韩文 但是 已经逝去的祖先曾经用的都是汉字 气文如果是韩文老祖宗 怎能看得懂呢 这不禁让人感慨 韩国社会中 有许多方面深受我国文化影响 韩国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使用筷子 他们也会过春节中 秋 而且 在春节时会吃年糕 在端午时吃粽子 平常时候 韩国人喜欢吃包子和面条 这无疑和我国民俗文化相同 韩国人所传的韩服 也甚来源于中国的汉服 韩国的国旗图案 出自于中国的阴阳八卦 由于韩语音节较少 造成了大量重音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双方在交流过程中会出现奇异 如果在一些重要场合 双方理解错了意思 可就会造成很大的后果 因此 韩国人借用了许多汉字 这就使得一些韩语发音 与中文汉字一模一样 在韩国建国前 朝鲜半岛上的书院 寺庙还有牌匾都是用汉字书写 包括他们的历史文献 石板雕刻 都离不开汉字的身影 韩国博物馆中 许多数百年的文物 只要上面有字必然为汉字 由此可见 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可以说 中华文化所包含的思想哲学 人文历历等产物 全部被韩国吸纳其中 韩国自然也知道趋势 难为 随后又重新恢复对汉字的使用 时至今日 大家去韩国旅游 无论是在商场 机场 还是在街道 饭馆 都能轻易看到汉字的身影 虽说 汉字恢复了使用 但是 韩国去中国化的立场并没有放弃 其中 最明显的一个事件 便是韩国首都改名了 将汉城改为首尔 汽汉从业 不仅在现实中弊端夺夺 还活生生地把现在的韩国和历史一刀切断 于是韩国不得不在2000年恢复使用汉字 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 现在许多城市的街道和地名都标了中文 外语学校也成了既英文日文之外的另一大语言 甚至 许多人跨海来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 但朝鲜曾经深受中国文化熏陶长达数百年 又怎能能轻易说 去除就去除的呢 韩国自然也明白 便选择了颇为狡猾的方法 比如 与中国抢名人 抢地区 抢发明 大言不惭地说 孔子是韩国的 本草刚墓是韩国的 魂天仪是韩国发明的等等 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闹剧 为了能够更加突出自己 韩国人恬不知耻地修改历史 自称民族超过一万年 说自己是中国人 日本人的祖先 还说在四千多年前 古朝鲜人口有1.8亿等等 如果要凭世界上哪个国家最不要脸 第一名非韩国末属 以上势力多不胜数 韩国人觉得 成吉思汗曾经攻下了整个欧亚大陆 那他们就是韩国人的组建 并由此声称 韩国人统治了欧亚大陆 连我国儒家思想都被韩国拿去深移 到了最后 我国历史上的高黎民族 韩国也要抢去认祖 如此花众取统 也就只有韩国人做得出来 你以为他们只会做这些 可就大错特错了 聪明的韩国人可会得多了 他们清楚难以在整体上剔除中国文化 便耍起了小聪明 比如筷子 大家都知道它是起源于中国 但是韩国人都使用习惯了 想舍弃也舍弃不掉 于是韩国人自作聪明的 将原本方筷子改成了扁筷子 名其名曰韩国发明 当真实脸皮疾厚 我们不否认韩国有奇特有文化 但是若通过一些自作聪明的手段来投机取巧 是不会得到别人尊重的 我不否认韩国文化有其独特性 但捡这些鸡毛酸皮的小事情 来彰显其文化的独特性 似乎很难让人信服 而在大的方面 韩国的一切就总是同中国文化有藕断丝连的联系 韩国近几十年的经济成功 使韩国努力在东北亚 乃至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 加上历史上和地缘上的原因 使得韩国怎么也摆脱不了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影响 其实 韩国之所以变得仇视中国 这与中国上世纪的衰败有关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中国沦落为西方列强随意践踏的对象 这个时候 韩国便逐渐露出了自己的野心 他已经不该于一直待在中国的影响之下 更何况这还是任人欺负的大哥 抗战时期 昔日强大的中国 几乎要被灭于窝人之手 这令还未一分为二的韩国 更加坚定背叛中国的决心 同时 他也想着为自己另找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去依附 二战后 以李氏王朝为主的朝鲜人建立了韩国 随后 经济快速发展 而中国则还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 这更加令韩国蔑视 毕竟小人都是喜欢看别人落魄的 虽然 改革开放后 经过我国奋力追赶 逐渐与世界发达国家缩小差距 但终归还是弱了一筹 我们再进步 别人也再进步 中国近代遭受的创伤太多了 导致别人发展了几十年 我们才开始起跑 对比汉唐 如今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算太大 这就说明我们巫术华夏子孙还需努力 所以 等到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世界之巅的时候 韩国 日本这些国家 还会乖乖地跑回来 端查稻水 参考资料 韩国的弃汉铜电 汉字对世界的影响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